亚伦先前被网红妖乐指控涉嫌偷拍私密影片 且当时妖乐人未成年而遭到起诉 重创演义事业 所有他一直神以至今 社群网站也停止更新 直到日前才终于发文 亚伦透过个人IG晒出猫咪的照片 只见猫咪躺在椅子上模样相当可爱 隔天他再度po出猫咪睡觉的照片 并透露是在最后一次的营业中录影时 把猫咪带回家的 当时猫咪瘦瘦的 身上都是寄生虫 却非常黏人 因此虽然他没有养过猫 但还是想努力看看给猫咪更加 听我们曝光后不少圈内好友留言 大赞猫咪太可爱 也引来大批粉丝兴奋直呼 终于等到更新了 终于你的主页画面不再禁止 希望检修后的炎雅伦更自在美好 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